- 為了更深入了解Mercedes-Benz車系改款所涵擴的所有嶄新設計內涵與技術創新 台灣賓士特別規劃在9月初舉辦一場產品說明及短體驗的行程 其中不僅介紹Mercedes-Benz在今年搭配The New A-Class上市主打的智慧訊息娛樂系統NBUX 以及結合Mercedes-Me Connect互聯功能 同廠也展示預定於9月21日發表的The New C-Class 與其所搭載的EQ-Boost動能科技 首先看到的是全新改款C-Class的部分 整體延續2014年大改款的車型輪廓 在這次改款W205世代則將提供C-Class車系前所未有的敞篷版本 國內市場也確定將會與其他車型同時導入 全新W205敞篷版本強調20秒內完成開篷動作 並且能在時速50公里的條件下開篷 同時擁有開篷最高距地2公尺的優點 在部分室內停車場中都可以操作 此外W205敞篷版的行李箱收納也有不亞於中小型房車的水準 收篷的時候容積是265公升 張篷的時候行李箱容積可以達到330公升 那整個C-Class在車系編程上 改款C-Class取消了C250的級別 由C300所取代 國內共計導入C180、C200、C300和性能版的AMG C43四款車型 Mercedes-Benz最新主打的EQ動力技術主要分為三種等級 其中本次改款C200搭載的EQ Boost 48V輕複合動力為第一級 在中高階或是運動車款則將搭載第二級高電壓設定的EQ Power 插電式複合動力系統 在高性能車款上亦將導入第三級EQ Power Plus 插電式複合動力 有別於傳統的引擎機電系統 48V系統最大差異在於發電機與啟動馬達合而為一的設計 不過傳統引擎所搭配的12V電池仍然保留 在這次活動中也進行了短程試駕體驗 我們將C-Class的重點鎖定在搭載新世代48V系統的C200車型上面 在無人滿載的條件下 雖然帳面數據在獲得電機系統的輔助下 具有更優於傳統燃油引擎的扭力表現 不過實際上仍然感受到1.5升引擎先天物理特性的限制 在起步與超車的時候動力牽引的表現 僅能說是略快於渦輪增壓引擎 但並沒有特別突出的提速感或是推進力道 相較之下2.0升引擎的C300在動力牽引方面就頗有感覺 但值得一提的是C200由於48V系統的搭載 在引擎啟動時的震動以及寧靜度方面都遠勝過於舊款許多 Mercedes-Benz A-Class這次主要集中在內外進化以及NBUX系統應用的介紹 外觀方面第四代A-Class延續家族化單炸鑽石水箱護照的設計 保鮮感兩側進氣孔較第三代更為外擴 頭燈採用類火把式的LED設計 車側具有更具跑格的低趴造型輪圈折一車型 提供16至18吋不同造型與尺碼的選項 新世代NBUX車載多媒體系統支援Mercedes-Me聯網機能 可透過自然語音辨識進行聲控也具備深度學習的能力 可輕鬆使用遠端遙控、遙控發動、故障回報、導航資訊 以及多媒體娛樂等功能 在主動安全系統方面 全新A-Class向S-Class規格看齊 並且加入了兩項配備 包括車速在70公里以內 可以啟動單車客主動防撞輔助 另外就是盲點輔助系統 含離車警示 這個警示最長可以達到3分鐘之久 外型設計上 改款A-Class具有識別度鮮明的A字型車頭設計 W177的車頭高度也較前一代大幅降低了5公分之多 改款A-Class此次在空氣阻力方面做了幾項設計 包括更扁的車頭設計 並在車頭增加Aircutten的導流孔 輪圈部分也著墨甚多 將早期賽車科技中的低風阻框設計 重新導入市售車當中 跳脫大幅度鏤空的設計 Mercedes-Benz此次藉由A-Class大改款的機會 重新回歸低風阻框的懷抱 A-Class除了外觀的變化之外 許多細節也更加符合人性化 以視野來說 就將高音喇叭改至A柱 同時降低後視鏡的位置 讓前側的死角可以降低 後行李箱的開口也比前代更大 A200以上車型提供多連桿懸吊 所匹配的旅圈 也從原本16-18進一步支援到 選配19吋的旅圈 在A-Class的駕乘體驗中 我們選擇搭載非獨立懸吊的A180為主要對象 實際上A180的操控相當易於掌控 雖然懸吊的設定偏向舒適 但在滿載人員的條件下 於山路行進倒也不會拖泥帶水 具有相當不錯的穩定性表現 相對來說 搭載獨立懸吊的A250反應就活潑許多 對於輕熱血駕馭需求的駕駛而言 可以提供更進一步的操控趣味 224匹馬力 35.71公斤米的扭力 開起來力量飽足 由於此次的課程以系統講解為主 體驗為輔 因此實際的駕乘體驗並不多 後續7-car小騎車觀點 也將針對Mercedes-Benz A-Class與C-Class 各別再進行更深度的試駕剖析 敬請持續關注我們所帶來的延伸報導